嗨,大家好,我是J格子です YO! 那個... 原本來日本呢 想說要找 所謂的 千元販賣機 就是大家看很多日本Youtuber 拍過的 千元販賣機 不過一早知道發現 有新的販賣機 它是 十元販賣機 它上面還寫 大阪新的那個 地標 之類的 十元販賣機 而且才有兩台 雖然說這只是飲料販賣機啦 但是我們就要來試試看 我們時間販賣機會掉什麼東西出來 首先 先投這一台好了 然後它可以放一千元 最後就把一千元找開好了 好 好慢 好,現在下面這一排都賣完了 然後第二排幾乎也賣完了 只剩下上面可以按 就 隨便按一個囉 閉著眼睛看 中國嚴選烏龍茶葉使用 再投一個看看好了 我也不知道我剛剛按哪一個 剛剛應該是按這附近 所以我這次按這邊好了 又有找到烏龍茶 故意的是不是 故意的是不是 你不會跟我講說 這邊都是烏龍茶吧 最後一罐就好 最後一罐 中間好了 各位 滿滿的烏龍茶 我開始懷疑這邊全部都是烏龍茶 現在來從這一台吧 如果 如果 掉下來還是烏龍茶 我們今天這一集就到這樣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小人間的紅色啊 全部都是烏龍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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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覺得我還要再試一罐嗎 後面其他是別的 我把最後一則10塊用掉就好了 我們來堵桌 它其他不是烏龍茶好不好 最後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各位觀眾我剛才發現一件很令人應該是說值得開心嗎 大家看 這裡一塊賣60 我真的好奇會不會有人真的花60塊來這邊買烏龍茶